下面是我们讨论的第一篇原著 就是温热论 温热论在本国阶段 一般虽然在讲义后面 本国教材后面就附了温热论 但是一般都不做课堂教学 因为课时有限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把它作为简单介绍 首先把原著的概况作为介绍 那么他的作者大家知道 是清代的江苏苏之的名义 一天寺 一天寺他名字叫贵 所以叫一贵 另外他因为是号香炎 所以又称为一香炎 那么他生活在清代 应该说清代的一个寄生时期 就是康熙乾隆年间 从他的家世来看 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做医生的 因为他老家是安徽的 安徽西县的 后来从他祖父开始就搬到苏州 他父亲也是一个在当地比较有名的儿和医师 据说呢 他曾经给一个先天心的肛门闭锁的一个幼儿动骨所说 因为就生出来灭屁眼 灭屁眼当然要死了 对吧 他给他动骨所说 把小孩救回来 所以说明他这个父亲 在额外上面还是有一套的 当然由于这个他家序的渊源 所以一天是呢 从小也是耳朵目染 看到了他的父亲治病的情况 一方面是对医学培养了兴趣 另一方面呢 从小也看了一期医书 但是呢 他在少年时代 就14岁时分呢 他父亲就已经去世了 所以直接从他父亲那里 教给他的东西 应该说不是太多 毕竟他才14岁 那么他去世以后呢 他是就正是去医了 他是去医 带他的是一天是的一个弟子 姓朱的 但是呢 这个姓朱的医生啊 带了他没有几个月 他就对了钱 他说 我不能教你了 那他说什么不能教我呢 他说我所知道的 你都知道 那你知道的我还不知道的 那我怎么教你啊 那说你另外我还是去 拜一些民事去吧 这个姓朱的感到自己的 这个掌握的虚实 已经不能做他老师了 那么这样呢 他从此就开始了 编放民意的一个学医的道路 那么根据青石稿的记载 他从12岁到14岁到18岁期间 曾经拜过17位老师 那么他拜师呢 不太一样 跟人家不一样 人家拜师呢 因为是在松生为父了 基本上就跟了老师一起 多少年 他呢 往往是听到哪一位医生有什么绝招 有什么高明的地方 他就专门去找这个老师 然后千万百计的把这个聚招随到手 去过以后 他就走了 另外再去找老师 所以他能够不踩重场啊 另外呢 他能够成为一代民事啊 除了不踩重场以外 跟他的谦虚好学 非常有关系 这也是很多人成才的道路上 一个逼不可少的一个品质 并不是说 他因为学了很多老师的经验 当时很快就成名了 并没有沾沾自喜 而继续学学 曾经有个传说的 说那个一天是在成名以后 当地已经很有名了 那么有一个举字啊 举人进京考试 那么他是浙江的 浙江到北京 他知道有金黄大运河的 那么经过苏州 到了苏州呢 这个举字呢 他有病 他听到了一天是的名气 就去到一天是那去求医 请他看病 这一天是给他看了以后呢 他对他讲 他说你不要到北京去考试了 早点回去吧 你这病非常厉害 恐怕你到了北京以后就要死在外面了 就叫他回浙江去 回家去了 这个举字呢 心有不甘 因为四天寒窗啊 是吧 考试的机会 他不舍得丢掉 他继续反正前进 船出了船 从苏州到了镇江 在镇江呢 他听说 镇江有一位和尚 艺术很高明 那么他又去找这个和尚 这个和尚呢 给他看了以后 教了他一个治疗方法 没叫他回去 就没有 说这个病看不好 那么结果他就按照这个和尚的办法 但是具体办法不是太口靠 所以是吃个什么东西啊 吃个水果 结果呢 到了北京灭射 那么也考完了 结果呢又没考上 那么就过了这样子就回来了 当然一来一回时间很长了啊 好几个月 甚至半年以上 就都不好动了 一年多的 那过了这样子就回去 送了老陆回家 回家嘛 还是经过收入了 经过收入了以后呢 他又去拜访一天是了 一天是看到他感到很奇怪 你怎么能叫你回去呢 你怎么又来了 他说到北京去考过了 没事 他就感到很奇怪 他说我给你判断了这个病 好像你没有这个 能和尚这么长时间 那么这个举止呢 就告诉他 他在镇江找了这么一个和尚 看病了 一天是听了以后 他当下 就把他外面挂了招牌拿下来 把那个门一关 不看病了 然后呢 就直奔镇江 到镇江呢 他又隐形埋名 装了一般的普通人 到庙里面去 找到庙里主持 说我 没货干 没饭吃了 能不能到你 庙里来打打扎 但那是那时很年轻了 那么那个庙里主持 看到这一要来 就来 来扫扫地 就是了 反正有点 凡事有点吃的 那么他就想办法 激进这个 会看病的和尚 后来混书了 混书了呢 那个 他就一直想睡着衣 他装了自己 什么都不懂 那么这个和尚呢 他也觉得这个 很聪明 这个 新来的这个 伙计啊 挺聪明的 也很好学 就一步 也经常跟他 讲一讲 有一次呢 这个和尚 要出门 他就对 一天是讲 说你这个 这个悟性非常强 我讲的东西 你很快就理解 今天我不在家 那你有 如果有病人来 你帮我应付一下 不管什么 开个方子 不要开毒药就行了 对吧 应付一下 结果呢 一天是就开了几个 方子 看了几个病人 这和尚回来一看 当下就非常吃惊 他说 你不是个平常人啊 因为他听到 这讲完是个 苏州口音 是苏州人 他说 你是不是苏州的 一天是啊 他说 这个方式啊 只有一天是能开出来 其他人看不出来的 这个 一天是后来 就把自己声门告诉他 那么这个和尚很感动 就把自己的一些决召 就交给他了 就一天是又回去 再重新开业 这个当然是个民间传说 这个笔记上 文人笔记上记的一个故事 我们不管这个故事的真摄 还是不真摄的问题 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一天是虚心好血 在成名以后 不辞下问 这样他才能够 很快的成为一个医学大驾 所以他在医学上的贡献 是多方面的 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天才的 那么他不但是对于内科 是精通的 是个内科大家 而且对于副科 儿科 外科 等也有很多的建树 上次我也记得提了一下 他跟右科要略 当时右科要略呢 不是他自己写的 是他的学生 根据他的经验 给他整理的 但是呢 所以一天是守定的 守定是什么 就是看了以后呢 正是 认可的 这么一个著作 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当时一个 清朝的一个上书 想到现在的部长 是当官的 他就称在说 民族朝野 朝廷当中都知道 那么当时一般老百姓也知道 夏至贩富素子 远至临省外富 吴不知有一天是先生 就说明他名气在大 他虽然没说太义 但是朝廷也都知道 这有这么一个名义 那么而且在史书上面 也称他七脉 望时听言 病治所在 如见五脏 就说明他正端的高明 就像现在有X光一样 里面都能看到 那么我们在苏州 曾经也开过 一天是的学术研讨会 那么他们苏州当地人呢 也把一天是的雇居 也考证出来了 那么我们也去看了 那个雇居 当时呢 这个是设计年以前了 快二十年了 当时这个他的雇居呢 是做那个 苏州市的药材公司仓库 有一部分是给居民住的 因为一天是呢 他的后人 从他儿子一代呢 还一个作义的 在下面就基本上 灭出义的 就灭出义的 不像人家四一几十 十几代传下来 这个也有 他灭传几代 原因之一 就是他对做医生的要求 非常严格 他曾经讲过的 医生学了这个医术以后 搞得好是救人 搞得不好是杀人 所以如果不是天资很聪明 为人很勤奔的 不要学医 就是他的后代也是这样 条件就是门槛 很高 你没有这个数字 你没有这个条件 你不要来学医 不要主医生 所以他尽管在一天市的时期 应该说他是因一自负的 就是说收入很口关的 所以他那个故居 是因为有七净 就是一净一净的 有七净 而且住址的都很粗的 可以看出来 当时他这个是很有钱的 但是从他儿孙辈开始 就把房子卖掉了 有个转手了好多次 我们也建议他 做一天是故居 政府把他投资 把他整修一下 那么 当时一天是 在 不光是在苏州一带 而且在全国固地 都有 很高的声望 所以有的提出来 当时一般议论医术 讲医术 自建坛方术者 必举其姓氏 以为重见 原话一流人员 跟他什么 就跟张中景 原话就是话头 就是把一天是 张中景跟话头 周围是一个党次的人 跟他们相提并认 那么在青史稿当中 青史稿那是正规的 诗稿了 当中也提到 大江南北 言医者 车医贵为重 百余年来 诗说这重 什么意思呢 就是将来江北 凡是讲到医的 都是一天是 作为一个重 就是他的学生的老师 而且百余年 经过了百余年 一百多年 私处者 那又不是 知识的弟子的 就是暗中才 学习他的 非常多 说明他那个 影响之大 那关于一天是 的著作问题 我们可以这样讲 一天是没著作 这个当然原因是 多方面的 一个他是 诊物繁忙 没有空随 来拿 一些切东西 那我们去看到 他故居 他旁边一条 弄堂 叫一家弄 在旁边的 就是一个河 就当时 死了七宅 他的住宅 周围 一天到晚 河里面的船 是满的 路上的小车 是满的 全是人 从小到晚 病人非常多 他弟子也很多了 帮他一起看病 当时还是看不完 很多的患者 到一天是那里 因为看不上病 只能推这个车子 围着他那个载机 转一圈 回去了 所以意思 给一天是看过了 这个当时 也是有记载的 说明他名气很大 但是说明他正无忙 觉得病人根本看不过来 那么这样忙 他也没时间写东西 我们可以原谅他 那么我们反过来讲的 我们也许事实上 也许一家 住宅很多 住宅太多了 我看 要么有人帮他写的 否则也不是好事 说明他看病不忙 有这个空音时间 也有的 你比如说有些是 车重高 那个一些大部都住宅的 是吧 成修员 都称来的名音 当然他也会看病 他写的那么多书 这开玩笑讲的 不是说写书读的 都是看病 没病人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在图书目楼上面 可以查到有 十多种的 一天是住宅 都是标的是 一天是住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认为呢 能够真实反映 一天是学书思想的 可以定的叫 二论 五一安 二论 两个一论 一个就是温热论 一个呢 就是诱后要略 这个是两个论 等于是两篇论文了 那么这个在 化学员 边的林郑质量 一安后面 都附在后面的 这个是一天是 在学书思想的体现 尽管 也不是一天是自己写的 我们刚才讲的 右后16是他守定的 没转世 他写的 而温热论呢 又是 他在 错诊的 错诊的路上 坐在船上面 他一个弟子 叫顾景文跟着他 因为时间比较多 那么他在讲 有关温病的情况 那顾景文 天天非常重要 把他记下来 记下来 然后整理 那就是根据 台湾华记录 整理而成的 这个温热论 也不是一天是 签笔写的 但是呢 这两个都能 比较 整确的 反映了 一天是的学书思想 那华业五个议案 当然最有名的 就是 林整指南议案 除了林整指南议案以外 还有一事 议案成尊 美术堂方案选存 一天是的 晚年方案真本 还有一天是 议案 未课本 这个五个议案 大体上 都能够反映 一天是的学书思想 和它具体的 临床诊量经验 特别是 林整指南议案 可以说 这一本议案 没有水分 其他几个议案 我都看了 不敢保证 很可能有其他议案 参加在里面 或者他的学生 或者其他人的议案 参加里面 但是林整指南议案 是没有水分的 因为林整指南议案的 编写情况 是这样的 是一天是去世以后 他的大地址 和发酬云 就和其他的一些 他的师弟们 一起商量 要把一天是的议案 把它汇总一下 那么当然 有一部分议案 他们在水准过程当中 是抄下来的 但大部分的议案 都没保存的 那是 就像现在 门中病例 他没保存 你们都一般 都是在病人手里 对不对 这些住院病例 在医院里面 可以查到 那么这个过去 看病的 都是要开 卖案 就一张纸 当然这个纸比较大的 那么在上面 把你的病情写一下 病情分析一下 然后提出自发 下面就开药 开完药以后 还要把一些 服务的注意点 或者拿什么做影子 煎多长时间 那么甚至于还一些 这个影子方面 要注意点 养生方面的注意点 都交代一下 甚至还一些 护理的问题 那么这个是一个慢 那么这个慢呢 看完病一半 多病人就带走 带走他去配药去了 那配完药以后 这个一般是把这个慢 是把就配的药 都是药打着一包包的 就放着这个药包 折一下 放着药包 包一下 还给病人 所以这个大多数 一样在病人手里 病人家族手里 所以当时采取了一个措施呢 就是有仓正经 就是你们拿个手里面 有一天是开过的慢的 拿过来给钱 拿钱收买 这样也很多人都交代来了 当然有的人也是 作为一个对这项工作支持了 因为他一天是看完病人都很感激 现在他的地址下 收集材料 有的人就 标签也交过来 所以这个收到了很多病案 包括他们自己操的一些方案 然后把这个病案 分门并率 大家知道林郑市 那一案都是分成一个一个门的 头头门啊 温热门啊 楚门啊 四门啊 暗门 分类 进行整理 另外在每一门后面呢 就加上一些暗语 一些体会 这样出了一个林郑市场一样 这个一案可以说明是嘴巴 都是大事的 那么后来有些一案 为什么说他可能有嘴巴呢 因为他问世比较晚 不是在一天是时候马上就应的 那么这些东西 是不是完全都是 一天都也不敢保证 因为我看有些一案 他的风格和林郑市场一样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但是总的来讲 这五个一案 大体上还是能够反映 一天是的学生思想 所以我们讲一天是的住宿呢 就是二论五个一案 至于其他的 标了一天是住的 全是围托 包括有一天是眼科 一天是妇科 等等很多的书 那么这个呢 因为当时的时代 所造成的 很多的一些医生 积累了一辈子的经验 他想出本书 但是呢 没有一个出版商愿意给他出 甚至他自己拿钱出来 都没有出版商给他印 那有些 那个古人应该说 还是很可怜的 他就感到这个自己的东西 就这样撕传了 那么就写了书 但是不敢标自己名字 因为自己没有名气 就把他一天是名字写在上面 然后请出版社 出版商帮他印 自己出钱 这样就把他东西能够传出去 那么从温认的这篇著作的内容来讲 他虽然文字不长 就是三千七百多字 但是他涵盖的内容相当丰富 也可以说 有关温命学的基本理论 包括温命的病因 感受图景 病激 分类 整发 辩证 自发 预厚 等等 都涵盖了 都涵盖了 非常全面 不仅是在理论方面 曝光的内容相当全面 而且还有一些 很多是具体的对某些病症的治疗 甚至于包括用药 所以里面内容非常丰富 那么说 我昨天好像提了一下 这个文人论的版本是两个版本 说在林郑城 一样后面的是化学员编的 这个一样 那就成为画本 那么再到后面几十年 又出了一个 无一会讲 是唐大利编的 那么里面有个温热 政治 虽然就是温热 但是呢 他把里面的那个 有些的磁具了 变掉了 可能是手抄 转转抄 他不是直接从 人家一样后面 那个原文引过去的 他可能是其他转抄本 抄的过程当中 可能出现一些错误 那么 也出了一本本子 叫唐本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唐本 显然是不如画本 比较准确 所以以后我们可能会谈到这种问题 上次我们谈到了一个 这个 这个两个版本问题 那么这个温热论 问世以后 当然主要是在 林郑指南一案 这个本书 勘印 勘印以后 这个林郑指南一案 一勘印以后 这个影响相当大的 根据文献记载 他印刷以后 很多的医生 真相购买 购买以后呢 就放在自己的案头 案头就出自 旁边放一本 你碰到一些 病症的处理 没把握的 就犯林郑指南一案 比如说看到一个头痛病人 当然他常规会处理的 他就处理掉了 碰到这个病比较 麻烦 反正比较顽固 或者说治疗了 一次上是效果不好 怎么办呢 断林郑指南一案 看看一天是 这一案里有没有 类似的情况 那么一天是用了什么药 那么他就按照 一天是方法来治疗 所以说林郑指南 指南呢 所以说是个 当时临床医生的 一个重要的参考处 那么这本书出来以后呢 很多的一家 对他进行的注解 做注 那么当最早做注的 应该还是算到 华晓妍 因为他在那个 林郑指南一案 后面附的 温认论上面有煤匹 当然不多 那这个煤匹呢 有的时候就是 一个注解 那比如说 讲到汉的问题 再为汉之可以 那上面就煤匹一下 新娘开废 便是汉剂 就这个汉什么汉 那么新娘开废的方法 新娘宣费的方法 就是这个汉的意思 这个意思 他就注了一个 简单的注解 那这是应该说 是温议论的 最早的注本了 那么对他进行 系统注释的呢 应该是 张旭克的 一门棒喝 他把他名称 称为叫一天是 温病人 分成三十四斤 那么特色里面 注解就非常详细 他注释的文 内容 文字 远远的超过了原文 那么这个注释呢 有很多是 间接是比较精辟的 也有少数地方 是可以上去的 不是讲得太好 那么在温议经历当中 王孟英 把温议论呢 收进去了 他名字改掉了 改成叫一厢严 外赶温议论片 那么这个一厢严 外赶温议论片呢 是温议经卫里面 王孟英收的时候 他改了个名字 那么从最早的名字来讲 就是温议论 就是温议论 那么在这个 温议经卫当中 除了王孟英自己 做了很多的注释以外 他还收入了 有像原地之注注的 华秀云的注 有张旭谷的注 另外呢 他们前面一些有名的医家 吴吉通啊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 像韦利周 孙瑶峰啊 毛宇仁啊 杨昭黎啊 何宝之啊 等等等等一些 一些有关温议论的一些注释 都把它收进去了 所以他内容呢 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次以后 零加六 编的温议议编 当中也收进去了 改名呢 叫温议论智 里面也有注 那么还又像 宋云普的 难病必见 那么他改名叫 一相言 温议论智 也做了注 而且呢 他里面一个特点呢 就是 更加欺客临床 就里面一些理论问题 一些自发问题 该用什么药 他就力据了很多 当然是也体现了 这个 宋云普他自己的 临床经验了 另外呢 像周旭凯 在他的评作 遗书少爷种当中 也把这个 收到他的 这个遗书少爷种当中 但他的 依据的版本呢 他是以唐本为依据的 所以里面 有些错的地方 就这样 以沃传沃了 那怀疑呢 像陈光松的 温议论签证 签证 所谓签证呢 他就是签 就是签 一世子白 就是一天是讲的地方 没讲到的地方 来补充 正是什么呢 正诸家指示 就前面诸家 他认为 很多诸家 讲的是不对的 他的纠正 所以叫签证 这个呢 已经是到了 民国时代了 那民国时代 还有一家呢 就是胡锡黄 中西 温热窜解 耶稣的这篇 他称为叫 一厢言 温热论读解 那么这个 他是第一 首次 尝试用 西异的观点 当时西异的观点 来解释 温热论的当中一些内容 比如运上新报 大家就讲到 这是脑神经的问题 那么这也是 中西极客的 比较早的一个尝试了 当然从现在看起来 这个讲法 很多地方是非常 牵强附会的 因为当时西异的水平 老奖也不太高 那么再用这个东西 来解释中医的内容 这些地方解释 很有致的 那么到了 解放以后 就现代了 像上海已经驱逐的 金兽山老教授 他有个温热论新编 那么也对这个 温热论进行了注解 另外呢 像那个天津的杨大夫 积住新解 一天是温热论 那么里面 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尽量联系临床 举措临床 一案 使得这个温热论的内容 更加契合实际 那他这本书呢 里面 最大的优点 就是付了大量的病案 这个病案 都是他自己的病案 就是他看病的 甚至里面 还有一只 是给我父亲看病的 一只病案 伤害重症 出现神魂抽筋 这么一个重症 那么从那以后 在编温热论教材时候 特别是从 那个六四年 这个编的二版教材 开始就把温热论 收在教材当中 附在后面 当时这个称呼叫 温热许讲义了 那么从二版三版 到五版 以后 一直 把温热论 作为教材的 一个 附编 附录的内容 那么 当然了 这个教材当中 虽然收进去了 但是呢 教学 不一定把它 作为教学的内容 因为它很多的 基本理论 在前面已经 用白花文的形式 在教材当中 已经都讨论过了 后面看原文 就是看看 原来是怎么表述的 实际上它 今天是在 文明学的教材当中 都已经反映出来了 这个是我们把 一天是温热论的 全貌 跟大家做个简单介绍 下面呢 我们再把 一天是温热论当中 主要的虚实思想 也可以说 它对文明学的 主要贡献 简单的 归纳一下 那么这个虚实思想呢 我们归纳几个方面 一个呢 就散明了 文明的 发生发生规律 那文明呢 在一天是之前 当然有很多医家 也能认识到 但是呢 概念不是太清楚的 有的医家 意识到 瘟病和伤寒不同 那么有的呢 像无忧可 对温热病 这种瘟病 他的认识 当然比较全面一点 但是他也不代表 所有的瘟病 那到底一般的瘟病 常见的瘟病 它如何发生的 在传病上面 有什么规律 这在瘟病当中 讲的比较明确 那么一天是呢 他首先提出来 瘟邪的概念 瘟邪上寿 就是个瘟邪的概念 就是瘟病 那就感受了瘟邪 那一当是指 主要指新干瘟病了 另外感邪的图景 是上寿 也就是通过口病 侵犯人体 特别强调 首先犯费 影响到费 下面的传遍呢 他既可以向气氛传遍 也可以一传心包 如果是病传到气氛 那么他里面 举出了很多阵型 比如说有斜流三交的 有造成阳明理解的 有在其他少阳部位的 如果是进一步发展 他可以传染到 缘分和血分 这样呢 就是把瘟病 从开始发生 到他传遍的大地情况 进行了总结 而且特别是指出了 瘟病的当中一些重症 我们讲瘟病的重症呢 像我们老师 门苏向教授 他起了瘟病四大重症 昏进决脱 那么这个呢 在瘟病当中 就有重点的认识 同时就指出 瘟病后期 会出现正气受伤 那么这个正气受伤呢 主要是上瘟病 而且把瘟病呢 分成上后天之音 和先天之音 也就是上肺围之音 和上肝生之音 这样的话 对瘟病 它的发生的特点 传遍的特点 最后转过的特点 在瘟病当中 都得到了善病 这是第一方面的 学生思想 第二个重建 第二个学生思想 就是我们讨论过的 瘟病学变证理论 这个瘟病学理论 它奠定了 瘟病学变证认知的理论基础 也就是我们才讨论过 瘟病的全过程 分为瘟病学四个阶段 或者说是四个层次 来接视病变的浅身层次 并且用来作为 对瘟病变证的纲领 在这个基础上面 又确立了每一个阶段 它的治疗原则 而且这些治疗原则 我们都知道 到现在为止 反而是在指导 我们瘟病的临床 那么为止 瘟病学理论的建立 使得瘟病 能够形成一个 有多力体系的 这么一个辩证认识理论 这个理论 和商寒论里面提出来的 六经辩证 是明显不同的 也就是说 不有的六经辩证的同时 现在又出来一个新的 辩证理论 就是胃形医学辩证理论 而且胃形医学 这个理论 用来分析当时的临床的 各种无关症病 它更能够提起 实际 反映疾病传变的 正式情况 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按照商寒论的 六经辩证 六经的传变 在临床上面 已经不太多件 不是说绝对见不到 还是有 但是比较少见 而大量的见到的 不是一个六经辩证的问题 它出去的时候 不是个 太阳病不是个表患症 到后期 也不出现虚患症 相反的 初期是表现为表儿症 当中都是一样的 都是理论症 到后期呢 它出现一个虚患症 那么这个和六经辩证 它的反应的疾病 就完全不一样 但是呢 胃形医学辩证 往往更加适用 和大多数疾病的传变 比较符合 所以呢 大家也比较喜欢用 这个胃形医学辩证方法 第三个方面 在温人论当中 一定是又反复的 多次的 来辨明 温病和伤寒的区别 当变温病和伤寒的区别 在一定是之前 有些医家 已经做了一些论说 比如说 晚安道 在一经书会计当中 对夫妻温病 特别是春天的夫妻温病 和伤寒的区别 进行了明确的区分 指出来 一个是初期见了理论症 一个是表汉见证 那么治疗方法也不一样 那么 吴优可 他在温人论当中 也要专张 来讨论温病和伤寒的区别 那么到了温人论当中 吴优可的 很多 对于温病和伤寒区别的内容 被一天是所继承 他讲的有些内容 实际上是吴优可 在温人论里面 已经讲过的 已经提到过的 但他讲的更加系统一点 另外呢 讲的内容更多一点 那比如说 最简单的 温病和伤寒 在病因上面 一个含 一个温 测量是居然不同的 就把伤寒温病的病因 做的明确的区分 那么 这两种病的传病情况也不一样 温病当中 温人论一变最硕 传病快 而且始终是以温热作为主要标子 刚才我讲的 从表热到离热到 后面是后期的虚热 都是个热 寒血引起了伤寒 它初期是个表寒症 然后在化热传理 在病的后期呢 表现为寒血 沉伤阳气 也就是出现了一个虚寒症呢 也就是六星病病症当中的太阴病 少阴病 太阴病呢 主要是 太阴 皮的 羊不住 少阴病呢 主要是心肾的羊血 同时在治疗上面 两者也是不同的 所以观众 下面我们要讨论 原文是提到的 无论自发 这与伤寒大义 不是一点义 是大义 就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除此以外 在其他地方也提到 伤寒跟温病的区别 这就是 把这个温病这个病的 从伤寒认 这个认输的病种当中 把它划分出来 它是另外一类 和伤寒不同的病 当然我们这里讲 那个温病跟伤寒区分 这个是必要的 是我们终于发展的 一个里程碑 那当然我们也 谈到 就要喝酒被封 分酒被喝 上下跟温病 喝在一起 喝的事情长了 上下跟温病 封开来了 但现在看起来 总的趋势 还要喝 如果我们讨论 各种外干人的病 如果是 讲温病学 不够全面 你们有些病的 临床表现 在温病学当中 不好讲 比如说 一开始出现表寒症 表寒症在温病里面 就不太好讨论 另外一些虚寒症的 病变 在林沙特华证 能见到的 太温病上面有没有 当然有 那么在温病水上 也不好放进去 是吧 那么伤害论里面 讨论这些内容 也不好讨论了 因为伤害论 他现在认为 他是一个 政治外干热病的 专注了 所以很多内容 在伤害论里面 也不好讨论 这样就造成一个 中医在讨论 外干热病的时候 一个残屈不全的 一个状况 所以很早就 已经在尝试 编一个 中医外干热病学 把伤害论中 有关外干热病的内容 和我们温病学的内容 把它结合起来 这样就变完成 当然在当时来讲 你把伤害温病区别 搞清楚 这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个方面 它是丰富和发展了 温病诊断学的内容 这个大家如果去看一下 温论论就很清楚 温论论当中 诊断的内容相当多 比如其中的试诊 就变色 在37条当中 有45条 是讨论的试诊 占的比例很大 也说明了试诊 在温病诊当中的重要作用 除了此以外呢 又提到了 厌尺变班诊白培 这个培诊被打出来 大家许会我们都知道 这就形成了 温病的特色诊法 就是变色 厌尺 变班诊白培 这是温病的特色诊断 那这内容呢 绝大多数都取材于温论论 除了人民 班诊论有一部内容 是取材于温论一等的 于是温论一等 而且这些内容 在一天之子前 往往是认识的比较少 甚至没有认识到的 你比如说 试诊的内容 很多事项 前人没谈过的 当然有一部事项 吴有口也谈到 或者前人也简单的有 比如上人论里面 也有讲四上黄 四胎四黄的 那这很简单 在温论论里面 这个内容就非常具体 非常细 那么有些 像厌尺的内容 前人很少提到 最多提到牙齿医的干 白胚这个皮疹 是一天是首次提出来的 当这个病呢 出现白胚 也不一定是 一天是那时候 才第一次发现 但前人没有谈过 更没有谈过 这个白胚 在诊断上面有什么价值 那都是一天是首创的 一天是在温论上面 首创的东西很多的 除了我刚才讲的以外 你比如说 有关 从国外传过来的 一个传染病 就是你讲的新红热 中学讲的阳后沙 他的第一次病例 就建于林郑指南一案 在林郑指南一案 以前没有关于 阳后沙的文献记载 他也是第一 当然有人曾经发表文章 他说那后沙 在唐朝就有 不可告的 讲的是 某些病跟他有像 都不是 实际上他是四六世纪 从欧洲 传到中国来的 一种接近传染病 但是第一个病例记载 就是一天是的一案 当然就要讲一天是 在医学上面 第一 这个很多了 这些事情不多讲了 那么这些内容 对于充施中医 诊丹学 辩诊学 当然具有很大的意义了 所以现在 中医诊丹学里面 很多内容 都是在温人论当中 提出来的 提出相应的治疗方法 比如说某种色相 痴态的某种表现 比如说黄金胎了 怎么治疗 他下面就 基督肠治疗了 比如提到 白胚的辩证 他有金胚 有酷胚 应该怎么治疗 白胚怎么 金胚怎么治疗 酷胚怎么治疗 他下面就 基督肠治疗了 所以对临床的 实际指导价值更大 最后一个 就是他里面有一些 章节是谈到了 妇人温病的政治特点 主要是妇女在 胎前产后 以及预警期间 特别是日落宿舍 发生温病 应该怎么治疗 诊断上面注意点 治疗上的注意点 这也是他一个 修士方面的一个贡献 那么上面呢 我们就把温论论 主要的修士思想 也就是他的修士上面 贡献 归能成五个方面 当然严格讲 还可以在整理一些 大体上 这个五个方面 那么也就是可以看出来 尽管温论论 应该说 从现在看 就是一篇论文了 谈不上是一个专注 但是他的涵盖的内容非常多 修士价值非常高 所以被我们称为是温病学的奠基座 然后一天是呢 也就是称为温论大师 温论大师 所以我们学于温病学 这个温论论是必须要学的 所以我们联系到一个问题 就是曾经 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 讲到要加强四大经典的教学问题 那么第一次开会我没去的 第二次我去了 所以我一看呢 四大经典把温病调变 作为温病的内容 当然内经商案经过也没有问题 那么温病呢 就是温病调变 这个呢 当时我就提到不同意见了 温病调变当然很重要 但是它不代表 我们温病学的全部内容 四大经典里面 讲一天是温论论的主要条文 那是不能丢掉的 如果光去看温病调变 而不看温论论 那舍本求没 基本理论都在温论论里面 所以后来就把温论论 一天西村派的舍病变的 一部分调文就放进去了 那么下面呢 就把温论论的内容呢 分成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我们不是完全根据条文 一条来一条来讲 这讲到跟温论论有关的时候呢 把条文引用一下 第一季呢 我们讨论的是温论论当中 有关表证的治疗 有关表证治疗 表证 当然修国中医的人都知道 中医讲的表证的概念 它就是外协 经过皮毛也好 经过口臂也好 侵犯人体以后 节症交正于基表 或者体表 那么它的主要的临床表现 就是发生物寒 症状比较清浅 表证的出现 那就是在外感日病的初期 那我们温病呢 当然是温病的初期了 温病当中的表证 大部分都可以升为是未分症 那么中医治疗表证 毫无疑问 是用截表法 所谓截表法呢 就是通过开启助理 调畅阴畏 包括还是有一部分是采取 宣发废弃 等等方法 使得代表的外感六云止血 可以随汉爱解 这个随汉爱解呢 严格讲起来 也不太去切 因为有的时候 你病有汗 它外血也能解带 那我们这 上面跟大家 讨论过程当中 一提出这问题 要不要出汗 那看它表习约壁的情况 表习约壁重的 要发汗 最后出生汗 如果表习约壁不重的话 不强求出汗 但是从截表 本意来讲呢 它还是比较强调 要病息的 所以说汗出 而且 有的时候这个汗呢 就是看不到的很 但书记记表 这是主要的 下面呢 讨论第一个内容 就是有关瘟病 截表法的源流问题 这个呢 上次我也简单 也实现了一点 那么从 中医的截表法来看 当然是源于内经了 因为内经当中就提到 骑游学者 子兴一位汗 骑在 皮着汗而发脂 那也说明 在内经时代 对于 卫表见证的 主要治疗方法 是通过 发汗的方法来治疗 这个汗 发汗的方法 又不仅仅限于 药物 药物的发汗 主要是新闻发汗 药物 那 用麻烦规则 枪货 收约 白纸 这些都是新闻发汗的 可以发汗 除了药物以外 还可以用其他物理的方法 比如说 用韵发 蒸发 或者用火 或者是用热水 就像现在洗桑拿一样的 出生汗 它也是叫汗法 只是不是用药物治疗 那么这些方法治疗 可以对一部分的 外感人病的表征 是有效的 我们前面讲过的 特别是 现在所谓的 寒纪在表 你比如说了凉了 出现了 发生物寒 头痛 浑身难受 发生生汗 那就好了 当然我们也讲到 那有一部分有效 说明有一部分是无效 甚至病情会复化的 应该说是比较早的一个 截表法 主要是通过发汗 那么在张中景的 伤害论当中 对于寒纪在表 也就是太阳病的表证 他提出了具体的方计 表汗色证用麻黄汤 表汗色证用柜子汤 作为一个截表纪的 一个最早的代表 那么从那个以后 我也提到过 就是有的医家发现 单纯的用新闻发汗的方法 或者作用其他的方法 来治疗表证 会出现辨证 就非让病情不好 反而出现一些 危险症情况 所以在近代的走法当中 就出现了 新闻截表和含量药 同时使用 像科根血鸡汤 它同样也是治疗的 含血代表 伤害表证 但是里面加成药 那么内症护生疗书当中 这个我们在本科教材里面 有提到的 他提到如果是用柜子汤 即使这个病人 是个柜子汤症 但是如果天气已经热了 比如说在春季 和夏季的交界时候 快到夏天了 甚至都已经到了夏天 那你用的时候 就不能代用柜子汤 柜子汤里要加亲日药 比如像黄青 这一类的亲日药 那么也就说明 当时很多医家就看到了 外干人病除起 单用发汗的方法治疗 在有些情况下 是不妥当的 那么在军营市大家 有很多医家多人说的这种问题 而且在军营市大家 里面 有些已经明确提出了截表 有新疆截表 有新闻截表 所以说新疆截表概念和新闻截表概念 不是我们温病学产生一个才有的 在军营市大家 里面就有 像张志和 他是个公下派 他里面提到的用截表要 就提到的有新疆截表 有新闻截表 那到了明清以后 随着温病学的出现 形成一个体系 那么他这个对表证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那么这个发展体现在就是今天我讲过的 表证这么产生的呢 不是说病学仅仅在基表 而是外学侵犯了人体的丈夫 只是在病的早期 在体表有一系列的症状 而内在丈夫的病变并不严重 这时候才把它称为是表证 不代表了 病学仅仅在表 那这个认识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费量 就具体体现在 一天是想的温习上售 首先犯费 徐仁白讲的 施热病 施热病协 侵犯人体 自去重道 就自犯脾胃 都没讲到是 解放基表的问题 这个道理当然从 西医来讲 他认识 早就有 明确的文字记载了 感染性疾病早期 集体出现一个应急反应 那病人就可以出现 发热 体温上升 反映一些 肌肉酸痛 这些表现 那都是集体在 感染的早期 出现一个应急反应 这个基表的表现 并不代表 它并造在基表 那么我们曾经也 做了一些动物试验 比如说 把那个小鼠 给他击中病毒 这个很简单 像现在病毒 什么其他 那个醋溜肝病毒 给他逼在鼻子里 全部击中 击中以后 随机分属 然后呢 过个半小时 随机里面 取两者出来 出死 出死以后解脱 观察他的上呼气道 和他肺部病变 那么一般来讲 病毒给他 接送以后啊 过了个两三小时 这个小手就有症状了 什么症状呢 就是在那个笼子里面 不护药了 有的呢 就几只小鼠 团在一块 挤在一块 有的呢 把身手拳起来 而且毛都送起来 显然什么 是人的物寒的表现 怕冷 所以他几个小鼠挤在一块 怕冷了 毛一送起来 那这个应该是 表证阶段的 但这四个处死的小鼠 他的上呼气道 甚至包括他的肺 已经开始有病变 那做病例 医病上面已经看到 有军部的 有冲血啊 有胜出啊 一定有病例比较别 但是他应该说 还是表证阶段 那么再过一段时间 这个他又不团在一起了 在里面烦躁不安 喝水多了 体温升高更明显 那就表证消失了 出现理论症了 那当然这个时候 肺部病变更严重了 是吧 但是在表证阶段 他内在上期 是有病变的 不是没病变 当然这个事件很简单 西一看的这个事件 好像是多余的 他们来讲 认为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终于用这个 来验证一下 我们文明学家讲的表证 为什么强调他是 并携 这些侵犯丈夫呢 那么传统讲的 跟内经当中讲的 谁翻皮毛 外形侵犯人体 手心翻译皮毛 这个观点 他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是有区别的 正因为有这个区别 所以温病学家 治疗表证的方法 他就不仅仅是限于 疏散表 发发汗 而里面要加 比如说这些的 他就要加亲人药 这些的 就要加亲理事的药 就是对表证认识的 一个发展 带来了 治疗上面的 一个改革 一个发展 这个我们简单说一下 那么我们再联系到 一天是在温论论 一天是所 认输的表证 他的实质是什么 那么一天是 温论论里面 提到温病初期 病学是从口边而入 也就是温学上市 手心饭肺 由于肺 它是主气的 同时呢 也是统帅人体的胃气 大家知道肺租皮毛 租胃表的 那肺租气 输胃 这是一天是温论论当中原文 所以 半肺以后 它可以在胃表 出现一些症状 这时候呢 把它定义为 胃分症 也就是温病的表证 当然胃分症的表现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那么也就是 在温论论当中 把温论止血 侵犯肺胃 所现的一些肺胃病变 称之为胃分症 也就是我们讲 温病当中的表证 那么治疗怎么治疗呢 那么这个我们 正好才讨论过 就是为其人去治治了 一定是提出了 在胃汗是可以 也就是这个汗 怎么理解的问题 让我再强调一下 这个汗不是治疗汗 而是疏散表血 疏散表血 在温病当中 大化是新良节表 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 可以配合新温发汗的药 将增强 套一个疏散的力量 这个是从种族方面讲的 但是一天是在温病当中 又把表证封为两大类 一类所谓是叫加封 一类是所谓加射 加封的 比如说像风筒病鞋 那么它是加封的 那么另外一类是加射的 加射实际上就是 射子鞋在表 在处理上面是不一样的 加封的重在驱风 而加射的呢 一定要配合 去射的药 只要一天是在原文当中 举出来 颅庚 花色 花色当然是诞生力量的 颅庚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不达理解 颅庚不是个养瘾药物吗 它可以亲生解脱的 对不对 在中药书里面 讲的它是亲生解脱药 是个养瘾药 但这个呢 跟地方的用药习惯有关系 在苏南 这个颅庚经常拿来 是作为一个沥水的 化色的药 为什么呢 颅庚长在水里面 是吧 颅庚啊 它的根啊 在水里面 它能激怒养瘾 又能盛射 那所以 它是养瘾 而不主射 沥射而不上瘾 所以呢 苏南一代的医生 比较喜欢用它 颅庚 美于就是说 加色的一定要配合化色 那么这个分类 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温病当中 大家知道 根据病症 是否 加油是协 就划分为两大类 不加色的 属于温人类的温病 加色的 属于涉类的温病 由于 谢谢大家